薄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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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麼說 我們都是處在一個非常 我覺得兩個人關係非常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演 好好媽媽跟好好女兒 可是這一次我們要演出的是 不好好的媽媽跟不好好的女兒 尤其是我們要學著 不要好好說話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在戲裡面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部分 因為你們兩個人太好了 雖然也不好 或也很討厭對方 其實那有點難 會吵NG嗎 還是說怎麼樣 因為這個NG反而是導演 希望再更細膩一點的要求 他會希望說把兩個人的遮風相對 而且真的很迷你之間的感覺 然後把那種衝突跟 明明很愛對方 但是又有點像戀人一樣的 硬要鬥嘴 硬要真一點 真誰輸誰 所以這種感覺給拍出來 這種事真的又細膩又很困 對其實 因為我們兩個關係太好了 就是合作了好幾檔戲 所以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意無意之間 我們會故意把鼻子的距離拉開 比如說我們在化妝間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喜歡對話 產生一點點疏離感 對 那可是我覺得雅妍非常棒的一點 比如說 尤其是我在香港的那個火鍋店外 然後到火鍋店內 有關心的一些很多的過程的時候 我覺得雅妍那天其實她很早就收工了 對 因為那場戲我們就是 我說世紀大隊局那場戲 我們快了八個小時 你這個狠心的導演 折磨了我八個小時 可是那個時候我覺得 雅妍一直在旁邊陪伴著我 雖然她已經在收工了 她看看我她就會多來包包我 對我覺得那種東西是 就是我現在講起來都幾乒格拉多起來 就是那種的力量不是說 她告訴我什麼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種心靈的默契 對 那一場就是我們已經是後口 我們已經是鬧翻了 之後到恩典的一些還沒有產生 可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雅妍知道我很需要支持 所以她就默默地守在那裡 我一直跟她講說已經天很飛了 你趕緊回去 因為她的心很重 她都很累 對 可是她還是摸摸手 這一點我非常感動 對 這一點我非常感動 雅妍是在裡頭也是比較忠心 對 呃 外貿最小比較忠心 但是其實是三姊妹裡面 好像是 最脆弱 最脆弱 然後情緒最容易崩潰的一個小孩 所以其實不是外表看起來很強 其實內心超小的 所以要特別變壯蟲 對 在這個戲裡面 因為導演給了我一個很酷的職業 一定要讓我哭哭的出場 然後弱弱的離開 所以她給我一個很帥的職業 就是職業撞球手 其實是很有名的 所以她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角色 她能夠建立這個 看起來很獨立 又有一點帥氣的外貌 所以她給我一個很棒 然後我後來發現 算了我還是把咖啡學好就好 因為其實撞球 本來以為好像很簡單 就是把球撞進就好 對 我第一次上完課之後 就全身穿透 一直到開拍 原來其實撞球是一門非常需要 肌力、耐力跟專注力 還有眼力跟身體協調的一個運動 所以她不是好像我們覺得 好像把球撞進 然後很帥就好 你們的學生 到底知道什麼困難嗎? 因為我是左手 我是左手人 所以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我們真的找了一個 能打左手的教練 也是左手莫斯福 然後他來教 我覺得他教我應該 覺得怎麼這裡碰到一個 這麼會的一個 就是因為 我以為只要帥就好 可是真的有太多的細節 跟很多的肌肉需要協助 跟支持 所以其實練了蠻久 然後後來拍出來 真的是謝謝導演 把我好像拍得很厲害 但實際上 他都非常有待加強 就是姿勢一百 姿勢一百 但是打點是你 導演 因為你在這裡頭 是演姐妹跟媽媽相關的見感 然後要不要聊一下 跟Sammy的合作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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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 大家都有回座 不是嗎 對對對 好像後來大家情感都變得非常好 對 我就說其實拍完這個電影之後 我真的多了一個姊姊 是多了兩個妹妹 一個妹妹是真的是 戲裡面的老三 然後另外一個妹妹是導演的 然後也是老四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拍了這部電影 大家的情感 真的像 真的像親姊妹一樣 然後瑞琦姐 雖然她在戲裡面 因為我媽媽 她等於是我們大家的大姐姐 謝謝 完inde 謝謝 謝謝 我記得大姐比較關心我 我記得那時候開拍的時候大姐看到我的照片 你竹話太帥了 她就偷問問我 我心氣喜歡人生 大姐也是我喜歡人生 所以這個部分她比較關心我 欸不聊日華聊 是有在避諱經濟話題嗎 是沒有刻意避諱因為其實每次回答都一樣 我覺得你們可以多問一下導演 那這次是以火鍋為主題 麻辣鍋是怎麼樣的原因 可能相信在香港、台灣、北京都是麻糬在吃麻辣鍋的 大家共同的話題嗎 你怎麼會以這個原因 其實這個電影有探討就是火鍋本來是一個想要最省煮的時間的一個料理 但是其實它在準備的時間比我們想像中都要長 所以其實也扣軟到我們電影的主題 就是我們在那些關係當中有很多時間我們以為是可以節省 或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相處 但是其實吃火鍋或是圍在一起吃飯這個時間是我們需要花 而且是可以提出到一家人的感情的一個活動 所以裡面也有很多關於痛覺跟味覺的一些 信實在電影的文版裡面滲透 就是我可以劇透的OK啦 因為這幾天都已經劇透很多 我當中有一個點是由小奇哥的對白來說的 就是刺辣其實不是一個味覺而是一個痛覺 我們在生活當中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用一種傷痛去染蓋另外一種傷痛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於如何分散注意力 跟蜜肉類之間傷口的結業 平常愛吃麻辣鍋嗎? 其實我愛吃 但是我覺得後來看的時候被你們發現 原來一鍋好吃的麻辣鍋 其實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看 因為我們還有備料 然後炒鍋底 然後煮高湯 然後最後再用成一鍋五鍋 而且真的是要耗了好幾天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一鍋 我愛你姐 愛吃火鍋 偶爾可以吃麻辣 因為本身我自己的飲食比較清淡 所以如果我吃麻辣火鍋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享受它湯底的原味 我不是喝 就說你在算東西的時候我就不沾任何的料 因為它本身已經非常的有味道 就像我們的電影一樣 對 你們可以用一個非常輕鬆的心情進去看它 然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對 因為你可能會在這個花椒之外的這種的親情 愛情還有各方面的面向裡面 也會找到你自己的同學或是味覺 或是很多的情感面的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花椒其實是意義非常的深厚 對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去珍惜 不要隨便亂吃 對 要用心品嘗 對 要用心品嘗 對 那就是 是劉德華嗎 對 導演好了 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大家有問這個 你怎麼都沒有跟我講 那有見到面嗎 有有見到 有失控嗎 表面非常的平靜各位 對 那個氣場還是要撲住 對 但是 對 但是其實內心才有缺陰 所以有講到話嗎 有說了什麼 第一句話嗎 有講到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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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被人送你了 Sorry 當然 因為它其實 它是特別可笑的 因為它其實真的在這間 非常非常有關鍵 然後因為要 趕拍它的戲份 所以其實它真的都非常棒 但是 它沒有忘記不及到現場的每一個人 所以它要離開的時候 它要殺青的時候 它其實跟每一個人到現場 都跟我們握手 就覺得很開心 很會 沒有追蹤偶像 就是 就是沒有追蹤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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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而已 難得的機會 導演我要怪你了 你為什麼不安排我跟他們 錯誤 對啊 可能媽媽會很迷戀他 哈哈 對啊 對啊 戲裡面都沒有跟三個帥哥 有對到戲 我們還是可以有下一個下舞 是喔 真的 很期待喔 想問一下導演 我特別喜歡其他 媽媽沒有跟著 嗯 其實我們戲裡面的果果 是有參考台灣的遺道果果的讀法 然後也有參考全國的讀法 然後我們最後就 將香港的讀法跟台灣跟西方的讀法也有參考 然後就變成了火鍋店裡面的整個地方 是有很細分的去做資料手機 區分每一個 那演員呢 就是 本身的有沒有想說 怎麼會拍電視呢 那有適合打 有嗎 有嗎 有現在有重點好像也是電視片 但是我覺得 當然如果有好的劇情 好多角色 我們會非常積極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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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